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都滴了没跟着peter一起赚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讲 这个整个币的趋势 那从前上个礼拜开始 Bitcoin我们其实大概在16000多 17000就跟大家讲 然后价格一直往上涨 涨到21000多 到这个时候有人就说 哎呀Peter到底Bitcoin是要往1万走 还是要往10万走 那这个地方我们跟大家来讲讲 市场目前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信号 首先我们先来到一个推的 推的这边有 一个peter叫做morning star pattern 那morning star pattern其实如果大家对这个 叫什么candle chart 如果对candle chart稍微有一点点研究 你就知道morning star这个peter是怎么样 一根往下的 然后往下之后做一个底 往下的这个下引线之后 然后再一根往上 那往上的这根基本上把前面这个全部都吃掉 那这个是一个底部的一个信号 那为什么要讲说morning star pattern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讲到如果我们现在来到 这个Bitcoin Bitcoin现在来看月线 我们现在看着这个 时间走比较长是月线 月线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那我们之前这个月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就出现月线的morning star pattern 一根很长的往下之后呢 那第二根 这边做一个低位的一个实质 然后第三根一个往上的把前面两个全部都吃掉 那大家讲说 哎呦morning star pattern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似月线是一个反转的信号 没错 月线类似反转的信号 那大家讲说那又怎么样了不起 你看上一次morning star pattern出现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图上一次morning star pattern出现是2015年 那时候价格是多少 大概是300多400左右 那时候300多400左右 morning star pattern出现2015年 出现之后月线啊 月线从这个地方往上走 涨了6365% 就涨了 对不起 这涨了63倍 并不是6 我这边写600% 但其实不是600% 这边其实它这里涨了63倍 那特别是如果你看下面 这个应该是所谓的一个主要的身段 主要的身段从2015年 大概2015年2016年 其实如果你看主身段真的暴升 其实是从17年开始 17年的1月大概是突破之前的高点 大概是1400多 我记得16年年底的时候900多 17年年初之后从1000多 就比空来大概是1000左右吧 然后暴升20倍 涨到2万 那如果我们再往前走 17年往前走的morning star 其实在2015年的年 年中年底 年中年底的出现morning star 那这边讲到涨了60倍啊 24个月涨了60倍啊 24个月涨了60倍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 的一个回报啊 2015年出现morning star 那这边有文章讲说 目前为止 Bitcoin出现morning star 之前涨了60倍 那现在如果我们看Bitcoin的价格 你说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Bitcoin的价格 如果我们看 周线 我可以看一下月线 这里没有办法看月线 我们看如果我们涨60倍啊 现在我们2万60倍 那不是120万 就代表未来的未来的24个月 有可能涨到120万 这是一个什么逻辑 如果我们从2万这边往上走 我当然是不是只短线啊 未来要涨到120万24个月 我觉得机会不是没有 那感觉好像不是很大 哇60倍我这个图也画不出来 那这边是跟大家讲说 这个一个技术指标 在过去啊 那当然过去比特币的本身 它的被基数比较小 所以比基数小 它往上暴涨的时候 这个倍数是非常的惊人 那现在相对基数看起来 好像2万是一个基数比较大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们不要讲60倍了 你6倍了好了 就算是你6倍 这未来24个月 如果你涨6倍 那Bitcoin的价格 会来到多少 是来到了14万多啊 12万到14万之间啊 那如果60倍的话 那其实来到140万啊 那这个其实有一点 超乎我们的认知 目前为止 至少超乎我的认知吧 那但是如果你去看历史 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一个信号 所以今天其实主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常常看 所有的Bitcoin啊 或者是这些价格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要看这个日线图 已经是最长了 我们常常日线图 就已经看最长了 那其实日线图看完 看4小时图 4小时图看2小时图 但是有人看的是看周线啊 甚至有人看月线 我们就看周线图 周线图其实这边 现在是在一个平均线波浪的 这个顶部 那周线图之前跟大家讲过 平均周线紧步 如果我把突破这个波浪顶部 价格大部分的 几率是往上走 那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当初 19年的时候 其实有类似这样状况出现 19年熊市在这个地方底部上来 底部上来 也是到波浪这个 顶部突破了之后涨40% 涨40%之后再延伸往上走 一共涨280% 这涨将近三倍 那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大概是跟19年有点像啊 从底部开始 然后我们这个大概涨了百分之 现在其实涨了大概百分之28 29% 那如果你到波浪顶部 大概32% 那如果据我们19年 这样子类似的一个涨幅啊 你说涨280% 哇那我们意思代表这波网上走 涨64,000吗 我也不太 不这么认为啊 只不过这是一个逻辑跟大家讲说 如果有办法 周线突破顶固的话 这个额外啊 额外这边有机会还会再涨 这点是涨到280% 从底部上来 那这里我觉得是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啊 那今天其实除了 Bitcoin的 这个Morning Start之外 另外这边有个Pattern 我想跟大家讲 这个Pattern叫做 Super Trend Signal 那这边有个账号跟大家讲到 Super Trend Signal 其实就是从顶部 如果你Sell 那底部只要出现买的信号啊 买的信号 你2019年4月份5月份 买的信号只要一出来之后呢 涨了240% 价格从3000多涨到了9000多 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出现 类似这样子顶部的一个信号啊 我们现在出现顶部的信号 等于是这个地方买 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买的信号 把这个图缩小 买的信号之后 那买的信号目前为止出现 预期啊 如果一样再涨239%的话 我们应该有机会 Bitcoin从这个地方往上走 要走到41,693了 那这当然是很多假设 很多assumption 那assumption出来的 那这个也是提供大家参考 那这波Bitcoin 有可能大家认为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这样子 熊市就结束了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整个美国经济跟 后面是否这个所谓的monetary policy 是不是持续的紧缩货币啊 那或者是继续的升息 带大家看一下新闻吧 打沃斯论坛2023年讲说比特币 虽然是往下走 但是没有走 没有离开啊 not out of the market 就是还是在持续在市场里面呢 打沃斯论坛 其实全世界最 最引力的这个经济论坛 所有全世界最聪明 然后最有影响力的人 都是会在瑞士打沃斯举行这个论坛 那每一年都是有打沃斯论坛 那今年2023年还是持续的进行 那这个地方讲main event 在crypto的部分 这次FTX将着出事之后 那整个市场似乎非常的slow啊 但是大家还是对市场非常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市场其实在持续的蓬勃发展 那当然FTX的影响 其实某程度上不见得是坏 让各个政府更正视 这整个监管 这对经济各方面 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 这边讲到 3 arrow capital funds Suzu他们 要出来搞第一个fund 那这个fund其实跟coin super 不是coin super coin flex 这些人一起做 那coin flex我们熟知 就是Mark Lane跟Sudo 那他们这个地方 其实要重新搞一个新项目出来是干嘛 他们要再融2500美金 那这个新的exchange叫做GTX 他们说我们用来交易这些 已经破产的币啊 类似FTX的币啊 那甚至block5的币啊 Celsus的币啊 我不晓得大家怎样看待这些事情啊 那你在Suzu他们这些人 之前三级资本搞了 搞了这样子一些乌烟瘴气 结果他现在 没事啊 我在跳出来重新再重新吃钱 反正我当初三级资本不是我搞掉的吗 大家所有人都把责任推向 这个SAM 那FTX把我们搞掉 所以这不是罪不在我们 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妈的脸 就不要脸啊 就妈的脸再出来 我再搞一盘生意 有兴趣来投我 那特别是有趣 是他们后面的合作的厂 这个是我们都熟了 CoinFlex 看看他们能干什么 那另外这边CNBC也有这个新闻啊 Founder Spain Roxy 3 Arrow Capital Pitch a New Platform 这叫做Crypto Debt Climb 那当然就是三级资本这两个Founder 在搞一个新的一个交易所 那当然交易所后面还是跟CoinFlex 等于是跟CoinFlex对接合作 CoinFlex自己本身就是做交易所 那这边还看到日本的Regulator 那持续希望把Crypto变成是银行体系啊 日本我们都知道 日本最早在15年16年的时候 就开始批准交易所的牌照 那当初好多的香港这边交易所 第一时间其实都在日本拿交易所的牌照 后来交易所牌照其实非常难拿 因为他们的监管监管非常严格 而且要交好像50%的利得税 所以后来所有的这些投资人跟交易所 就撤到了香港 那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整个日本的Crypto 原本最早其实走在整个亚洲前面 因为他们监管太严 所以后来感觉比较滞后 那现在日本的交易所 我们日本的监管单位Regulator 再度的声明说 我们希望把所有东西正规化 那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清楚 在任何新的产业 我必须要正规化才有办法走的远 走的大走的强 多大走的强 我必须要走的更大更远 那这样子必须要正规化 那日本的Regulator持续这样做 我觉得这是好事 另外Solana这边过去涨了58% 那另外这边Solana上面的狗币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我跟大家讲说你不要去追啊 其实很危险 那这个狗币在过去 GET过去一周应该也涨了非常多 这个Punk community过去一周涨了非常多 那在这地方也是受到Shiba Inu的一个影响 Shiba Inu他们自己要发自己的链 他们会变成Layer 2的链 到时候会有一个Shiba的链 那Shiba链就会跟Ethereum做成这个EVM 所有的项目有办法上Shiba Inu的链 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新闻变成Solana上面这个Punk的话也涨 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新闻这样子Punk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这个风险要自己控制好 那另外这边还讲说泰国的政府 他们出台了 如果CryptoCustody必须要什么样一些规范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看到各个国家 FTX的事件之后更加重视监管 更加重视规范 那这包括亚洲国家 包括东南亚国家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通通都是好事啊 那不管是交易所 那加密资产的管理 甚至所谓的这些Custody这系统 这个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今天跟大家聊聊整个Crypto市场 那Bitcoin出现这个Morning Star 之前是涨了6000% 涨了60倍啊 我不晓得这一次如果再出现这个Signal的话 那我们往后走啊 我觉得24个月 甚至36个月有没有办法再往上涨 我觉得都是可能啊 感谢今天所有交流的朋友 如果觉得我们视频大概价值关注我们啊 继续的支持啊 感谢大家 Cheers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